大家好,我是五仔 大家好,我是希哥 換了主播啦 什麼什麼什麼 說娛樂嘛 請大家給個like支持一下 OK仔也有OK仔的事情做 今集一定要找希哥來講 因為這是女人比較關注的題目 厲害了 我在Yahoo新聞找到一個題目 叫做素顏女星網民嚴選十位裸妝之後 嚇死你香港的女性明星 對 那就是女人拿妝 樣子就好像King Kong 嚇死人 不知道你認不認同 我發現原來連邱淑貞的女兒拿妝 都不是邱淑貞的女兒 所以就 唉,你怎麼看呢 其實女人化妝作為一個女性 如果我化妝沒有分別 那我化來做什麼 嘩,這樣就是有道理 但是男人就是這樣貪心 女人不化妝 要漂亮 化妝更漂亮 又拿妝也要見得人 這樣才行 看到很多女明星 經常說 哎呀,哥哥沒化妝 嚇死你 這樣我貼了照片出來 貼不完十個 因為照片就有些 位置 如果太小顆 我當然看不到 那我就研究一下 那我就用一個比較有口德的說法 去說這十個女明星 他們排了位的 他就說網民嚴選了 但我從來都沒有看過 那個所謂的 投票或是怎樣 在哪裏來的 連登 我有看過 連登 有個鋪 真的有排名 開始 然後就貼了 真的有排名 好 其實女人不化妝 不漂亮 就不出奇 女人也未必一定是漂亮的 但你說女明星 她本身顏值有差不多的時候 那 喂 她不化妝 沒有打算讓你看 但有些女星又很有自信 滴汗 你看汪阿姐 但汪阿姐反而在選舉中沒有份 Semi有沒有化? 當然有 不知道排第幾個原因 形象對她們來說很重要 出政活動也一定不是自己化妝 找專業化妝師化妝 是連登員有出現過的 她就說 扶紋化神奇 不是化扶紋神奇 她們化妝是扶紋化神奇 覺得她們是扶紋 有沒有這麼嚴重 差別最大的素顏女星 令人意外 很多人都說是大台小花 大台只有一個台 對吧 是啊 我們的台大 那些不可以跟我們相比 其實 我看到 在一些討論區 這樣說 其實Cora的女生 剛剛都在炒 都說她們是 嘩 維持得這麼壞 都是很一般 所以 都可以說一下 一會兒 如果說到有些時間 別說分大台小台 總之 每個台 拍到照妖鏡的照片 就會嚇到你 嚇到你下不了台 那些女生 不知道聽到會不會不開心 因為當中有一些 她認識我 我支持她 我也很奇怪 她竟然上榜 我貼了這些照片 你看到封面 不知道你本身認不認得她 首先 第一個 第十位 排名分先後 倒數第十位 第十位 素顏女星差別大 第十位 竟然是王君興 蛤? 竟然? 王君興的樣子又多漂亮 又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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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好打 哇 沒什麼問題 你覺得沒什麼問題 沒什麼問題 暗瘡 印都找不到 有什麼問題 看看專業評語 她說王君興 擁有精緻的樣貌 想驚眼大大 很有神 但她在網上分享自己掃眼的時候 皮膚暗瓦不均勻 還有大大的黑眼圈 我又可以講講 很多人曾經說我有黑眼圈 即是黑眼圈就早點睡 告訴你 不是 我沒有黑眼圈 那是臥蠶 臥蠶下面的底 燈光如果在上面打下來 周圍打下來 下面有影 那不是黑眼圈 除非打那個東西 那個位置是正常的 有小升降機 你的眼窩是窩進去的 即是你看羅智祥 你就知道 很多人說羅智祥那個是黑眼圈 黑藍那些才是黑眼圈 黑藍那些是黑眼圈 羅智祥那些都是臥蠶 人家說眼袋 不是眼袋 他剛剛有東西凸起了一格 你的燈光線打下去 那個位置是有陰影的 即是很多人 可能有些人的眼睛沒有那麼細緻 沒有那麼多組件 有些人是沒有眼尾 沒有眼頭 你很難去理解 為何你有的 你上了鏡 加上燈光打得不漂亮 有時有些明星 好像黃君興這張照片 你說他皮膚很暗 如果在外面可能要吃世界光 當然 他肯定是妝有化過才化得這麼白滑 黃君興看起來都是偏黑和黃黃的 但你說他是不是很嚇人 又不是很差 我建議 你們是否未有女兒肯下妝給你們看過 是 我覺得這個素顔真的沒什麼問題 做什麼 但我看到黃君興的下巴 我建議他 我建議他 我建議黃君興 應該走去 拔一拔骨 臉 他的下巴應該是歪了一邊 你看到的 你看到的 他不平衡 是否這下巴就笑得不吹 通常就未必是 這些應該是牙膠 黃君興的牙膠可能是有些問題 我這樣看照片 我看到 如果他聽到的話 嘩 你也知道 我可以介紹給你聽 牙膠 其實是看到的 掃顏 臉的拳骨就很正 眼皮也有少少高低 可能眉骨也有少少高低 臉可以打開 如果有空 有緣可以聽到 就有得搞 我們都是學做那些 岸橋眉骨 不是我骨 我MISS 我們也介紹過很多人 就是MISS 黃君興是第十位 第九位 哇 陳凱琳也是嚇死人的 陳凱琳本身她化妝是很漂亮的 漂亮的 漂亮的 有些人說不漂亮 我覺得她漂亮 像印度西絲那種印度味道 就混合了 她媽媽就說她一定是親生女 對不對 但是看到這張裸妝的照片之後 的確真的有印度味濃 而且不是西絲 就變成印度的平民 感覺上 棚牙呢 是不是那時候還沒弄牙 比較小的時候 對 她是不是還沒弄牙呢 棚牙不齊 這些照片又被你找到 是她自己鋪定 是怎樣找到她 老實說 幾樣東西 她掃眼眉眉就不夠長 那眉眉 因為你要在鼻翼上去眼尾 再拉一條直線 她是差了一段 為什麼她說 那些人說 那有什麼關係呢 這些呢 經常都說 阿希哥說 像哪個像哪個 是沒有特色 但是美女美女都大同 因為是要符合黃金比例的 就算她不像樣子 但是為什麼有些帥仔和美女都很像樣子 他們符合黃金比例 所以呢 漂亮的容顏是千篇一律的 她也是這樣漂亮的 比例是漂亮的 你看到陳凱琳 她本身的眉眉是沒有的 很稀薄 應該是沒有什麼的 拔掉了 那樣子就顯得 因為眉眉不夠長 顯得鼻子特別大 看到嗎 鼻頭好像特別大 而且她那時候的牙齒 真的 哇 牙齒漂亮的 女生很重要 但是她的輪廓都還在 眼耳口鼻都在 也算好 一般 一般 不是3D變2D 她本身也很難 她本身也不出 有些女人化妝特別漂亮 有些女人化妝是不漂亮 普通一點的 陳凱琳本身都是鬼妹仔輪廓 是不是 但是她好像有些混合 她媽媽說跨代遺傳 五官是立體的 有網民找到她 出道前的素顏照 又會被她找到 她說沒有化妝的時候 黑眼圈是很深 加上皮膚又深色 就說差別也太大 好了 接著呢 第八位就是這個 叫朱志賢 朱志賢 不知道你們認不認識 嘩 她曾經好像說 有個道歉記者會 是不是偷吃那些 那些 她說一向 別人感覺上 她五官是精緻的 但卸妝之後 她的樣子 真的有些 容貌顯露 她那個 一來就是那個 膚色 老實說 記者會 為何不化妝呢 對 出來見人都可以化妝 化淡一點 壞點說可能化妝了 真的 她有一條眉滑了 那也是 她眉滑了 她沒有塗唇膏 也可能沒有塗粉底 但是 真的差得遠 又沒有設定 她好像沒有化妝 眼妝有打底 有滑眉 沒有塗嘴 對 那 五官也是OK的 嘴公那些 全部都是漂亮的 那 化妝會更加漂亮 但不化妝就很普通 就覺得她 普通人的樣子 不是特別差的 好 接著再去 有個女仔 大台女星 港姐 之前有個很帥仔的 就整個 李敏浩那個 就說 被她收了兵 類似 得不到她的愛 就在那裡 唱衰成城 又說她吃煙又成 她是陳晶儀 卸妝之後 的而且確 那雙眼睛 又真的很細小 港姐出身 她是第七位 港姐出身 單眼皮 有些網民說 她的單眼皮 變色度很高 就像模特兒 但有一次出海的時候 她的單眼皮 就像沒有眼睛 被形容為 最細眼睛 可能要跟表哥 增一分長短 表哥是被人披露的 表哥都小的 但她也是小 兩個都小 那些女仔很忌忌 現在你沒有 一些符合 各界的審美標準 即現在你沒有雙眼皮 單眼皮 細眼又說你這樣 那樣 其實做女星一點都不容易 這個女仔 那時候 參選呢 她在這裏 綠琴的時候 我覺得她又多有氣質 但有一件事 在化妝來說 最難改變的是輪廓 最容易改變的是眼睛 都是 如果五官面形輪廓 是OK的 化大眼睛 是很簡單的事 我知道 連鼻子都可以 即是不夠高 又黏著麵粉 即是你看抖音 那些很流 那些我想只能活在眉肌當中 易容 那些輪廓是OK的 即是你看下巴 拳骨 即是大表情都沒有很明顯的凹凸 即是骨相不會太差 骨相不會太差 那女仔和年輕 其實人不是只看樣子 看很多東西 有些是可以化妝搭舊 膚色 眉型 那樣 好 去到第六位 這個 我那天先說過 其實我覺得她不差 不過很多人經常在這裡說她 這個就是容祖兒 容祖兒 我那天看了無線 因為是朋友 那些人在無無畏畏 我也有看 她在那裡 叫什麼 鬥戲 鬥造戲 是 我說容祖兒 如果她是 她是否漂亮 她不可以用漂亮來形容 但是 我覺得容祖兒可以走這個 安祖煉娜的路線 做打女 即她的樣子是型 她走型 但你說漂亮呢 即是你拍到阿嬌 你 很公道 阿嬌 好像有髮水麵包 阿嬌就是漂亮 阿嬌 但阿嬌就肥了 有時候肥了 有時候瘦 容祖兒 為什麼呢 你看到她 你看到她這張照片 我也有提出 她很各自口臉 她 她 一個漂亮的美女 我之前跟她說過 男T女U 男仔 一定要一條眉和鼻子 成一個T型 才叫美男 所以千篇一律 皮囊漂亮 女 面型一定是U型 容祖兒 就是一個方 咬肌位 這些其實是好東西 娶老婆 就不得了 因為有咬肌 有腮骨 這些女人是幫膚的 做事就是很勤力 容祖兒的相其實都不差 嘴也是很漂亮 唱歌嘴 始終她不是一個 人家所謂的美人杯子 但她的聲音 做藝人是很棒 聲色藝聲行先 但我覺得她已經整齊了 後期的化妝 她比她小時候漂亮 而且她維持這麼多年 都是差不多的樣子 是啊 沒有什麼怎麼露過 沒有什麼紋 對 有人說容祖兒 素顏都差別大 我覺得差不多 因為她的漂亮 不是在臉上那麼簡單 她唱歌的聲音漂亮得 有意境 沒錯 我介紹你們聽幾首歌 煙霞 煙霞可以嗎 還有一首叫什麼 長子 那些很有意境的歌 說她其實容祖兒上台表演的時候 的妝偶很濃 但平日生活她又不時掃眼 那個狀態輕鬆上陣 她都不介意 所以網民認為她是實力派 40歲的皮膚都保養得不錯 那我就去到頭五位了 第五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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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竟然有她的份 劉心悠 為什麼 我都沒有鋪出來 她已經很漂亮了 那八格 你說十個女生 我沒有鋪劉心悠 你可以只看劉心悠的樣子 有什麼問題 我覺得女人這個樣子素顏 我覺得一點都不差 所以很難拿出來嚇你們 那她有什麼不漂亮呢 大家是不是看開AI 先看看專業評論 劉心悠一直是氣質女星 五官 什麼 五官都不算精子 那都不精子 嘩 我們這些不是貶子 嘩 麻煩你們下面誰留言說 自己比劉心悠的五官更漂亮 真是嚇死人 她說 劉心悠五官不算精子 但十分清瘦 真是 要不要亂形容才行 劉心悠五官的鼻子 很漂亮 不是瘋的 那些人的評語 亂給 那網民說 她在機場時的素顏照對比 說她皮膚差 差到在哪裡 都不是太差 又是一粒豆 沒有斑油 沒有的嗎 挺有光澤 對 說她皮膚很差 但有些網友 沒有限圈也不覺得有 沒有 但是又在歐就慘 哇 燈光打到沒有限圈 她說不少人反而表示 劉心悠的素顏還有氣質 我就覺得劉心悠是漂亮得 我想是 我認為最漂亮的女人 其中也是五大 她漂亮得很劉心悠 你不會說她像誰 就是 她會是 記得 有沒有一點點像 張柏芝的級數 不會說張柏芝是像張柏芝 我覺得是去到層次的美女 而不是像張柏芝 現在的人很厲害 現在這一代來說 我告訴你 有時候的聽眾 他們本身都是天上眼 天人眼直 他們經常說 張柏芝有什麼好美 搖搖搖 你們有時候告訴我聽眾 他們本身已經超出三界 明白 你們快點出道 讓我欣賞一下 得到世間的容顏 對 對 這樣 劉心悠也不漂亮 沒辦法 你媽媽最漂亮 好了 接著說到第四位 第四位 劉嘉玲 哇 這個 好像誇了我組別 劉嘉玲是六十歲以上 對 為何你不放汪亞姐下去 對 劉嘉玲 其實是國際影星 也是大美人 網友說她掃顏排名 差別就是第四位 但是 都六十歲 是不是很難走 你剛才剛才有些什麼人 最小的那些 有些港姐二十多歲 又放下去 你六十歲有這個樣子 每天都讓人喝茶 是的 還有六十歲有這個樣子 你不要 經常有人說 喂她卸妝不漂亮 我告訴你很多人 你化妝也不漂亮 你明白嗎 有些人是不吃妝的 我真的見過 有幾個女兒 我去 那時候搭 東鐵 然後有些女孩子去喝 一家大小去喝 剛剛化妝 好像所有要化的都化了 但會寧願她抹掉 那姐姐的眼皮是黃色的 妹妹的眼皮是綠色的 嘴是深紅色的 只是你都不用說 輪廓幾個樣子 然後呢 然後呢 那個老爸 那個老爸 化妝又漂亮又漂亮 然後那幾個女孩子 自己在那裡 在那裡 含春的臉 她老母說 只顧著漂亮得了 要讀書 然後我看一看 你兩個女兒漂亮得 嘴 那些顏色都錯了 被人玩 大地色是比較保守的 那老爸老母眼中的女兒一定漂亮的 那也是 化妝是一個藝術來的 真的在面上有油顏色 就不是說你 搭上去 五顏六色就叫做漂亮 化過就叫做漂亮 有些人覺得是這樣 所以有時候 有些人說 她化妝才漂亮 妝不漂亮的 有些人真的 化妝不漂亮 很慘的 其實呢 你看到大陸很多的化妝神功 那些叫 東洋妖術 中型妖術 還是那些 就是妖術來的 它是翼傭來的 一天變一個老婆 就變成以外多太半天 又變鬼婆也行 那裡 化妝不漂亮的 化妝技巧不可 那大部份都很漂亮 再鑽研lk 最近鑽研 Berlin 這款化妝最好就是 不要太多奇怪色 你要找到一點 在你臉部會出現的顏色來畫 那量會很自然 那我知道 所以是時候說這句,難怪Hei哥現在愈望你愈美 這些算了,有我一收起來 你有戀愛的雷鏡是不準確的 我是這樣的,他已經認為我有戀愛的雷鏡了 好,頭三位 我自己感覺上,排名應該和大家心目中的排名有些不同 先說一邊三個 楊千華、鄭秀文、Dudu姐 這樣說,我覺得這個排名 如果你說No.1,我覺得No.1的揭曉 如果Dudu姐是No.1,我覺得對她不公平 是啊,不公平 Dudu姐的年紀真的大了 很大了 年輕的時候 美麗就行了 你沒理由找個64歲的和46歲的比 她更加有些二十多歲 這個Dudu姐放了No.1,我覺得簡直是有些不敬 我們應該尊重她 正等於你都不會追汪亞姐的 你不把汪亞姐放進去 當然,如果你說放下字,放下字,放下字 放下字,放下字又很不公平 又殺殺她,又說她很漂亮 現在Dudu姐都64歲了 口齒伶俐,口水多個朗花等等 很多人尊敬她 竟然,每個人都說她不漂亮 這些,我其實明白為何可以拿No.1 以及為何那麼多人說她不漂亮 你知道為甚麼嗎 為甚麼 Haters是儲回來的 她出道 她太久了 是啊 由她年輕人儲到老 儲一下儲一下越儲越多 所以她有那麼少一年資 她就有那麼多人說她 這個就是,我對Dudu姐的看法就是 因為之前,我記得周潤發說過 她拍網中人的時候 她說,監製跟她說 其實Dudu姐一開始已經不是銷售漂亮 那時候漂亮四大花彈有誰 有趙阿芝那些 趙阿芝成過林志玲那些漂亮的樣子 然後有人跟周潤發說 有個女主角 在哪個電視台過來的 她說,漂亮就不漂亮的 不過真的很正的 她一做戲,誰都喜歡她的 她說你拍她,你一定會紅的 然後周潤發就紅了 還有,太美的女人 我告訴你 那些人,如果你做戲來算 我看女人就行了 是啊,看完女人了 周潤發拍Dudu姐 如果她不是… 其實Dudu姐年輕時也挺有氣質的 如果…好像有一個也是 她不漂亮,但很有氣質 葉童 是不是 那些男主角一拍她 周潤發也拍過葉童 又拍得周潤發很有型 那那個又有個氣質在 有時候這些女星才殺死 這個我覺得不公平,所以先說了 另外那兩位排名 如果你說楊千驊和鄭壽文 我覺得… 楊千驊應該就是… 在鄭壽文之上的 但是她說公眾排名就是… 楊千驊第三 下一幾年 就是鄭壽文第二 亞軍,楊千驊貴軍 那我覺得,為什麼呢 首先,鄭壽文保持得很好 就是那個骨相 就是她那個做運動 太瘦了 是嗎 那上影型啊 鄭壽文的下巴也有一點歪在一邊 牙膠也有些事 如果剛才聽到的話 也可以整整一下 自己私底下聯絡我 是啊,那她… 不知道,我覺得… 她出道的時候 肥妹仔,到她現在這個樣子 我覺得她是一個進步 就是你問我 我作為一個玩健美的… 玩健身的人 我覺得她是很努力 去保持自己 但是楊千驊就不是嘛 楊千驊一不演唱會 不要了,不用減肥了 就是那些,真是主婦 那在一個後天 只是一個精神 那個叫做… 現在到精神層面上 精神層面上 精神層面上 楊千驊輸鄭壽文 鄭壽文你說過很噁心 一個膽膽,一個膽膽看 是啊 鄭壽文是流汗 做運動的照片 你說她什麼呢 幾十歲,五十歲的樣子 不是很差 是不是 好了,楊千驊呢 很多人說她不漂亮 你覺得那些是否被人惡意披途 有什麼理由可以這樣 不是,真的這樣 她的樣子真的這樣 但是楊千驊我覺得 因為那天不小心看了 他們選新秀的時候 選新秀的時候的歌唱比賽 陳奕迅有楊千驊 楊千驊是護士 還有另一個男生 我覺得楊千驊當時 一選新秀 你們真的可以看 她的樣子一出來的時候 你覺得她已經贏了 不知為何覺得很有特色 那時候的年代 你說她像鄭秀文 有一點點像那種感覺 但我覺得她漂亮 她中醫那一套也挺有趣 她是可愛的 應該是這樣說的 她頂級美女就不是 B加那些 她是被人看起來欺凌的 你說她什麼 大把明星回大陸賺食 那些人當時說 跟習大大握手的笑 那些跟她有什麼關係 那些東西 比著你 你有機會跟習大大握手 你也是笑的 你又說她什麼 楊千驊 其實楊千驊沒什麼做事 是對大家不住的 我也研究過她 我覺得她 就算你說她什麼都不行 偶然走下音 她是會紅的 她那時候的年代 她是不得不紅的 在電台只聽到她和陳偉霖 當然在那些素顏女聲 不漂亮就聽不到陳偉霖的名字 那些素顏都漂亮 有些人是沒辦法 梁詠琦那些 你不會說她素顏都不漂亮 那女生這方面 我經常都覺得 這個很苛刻 好像花姐那時候 不是說要Cora那些女生 要開頭選的時候 是掃眼進去的 因為每個人都登上給傳媒看 不是說她們的樣子不漂亮 做明星 是靠包裝 是的 有幾可 有幾可什麼 老實說 賣件貨都靠包裝 你啊 落點紅仔餅 你如果不用盒子 裝著它 隨便把膠袋放進去 裝幾顆給你 什麼 這幾顆東西 賣10元8元 對不對 你是包裝而已 這個世界 你是一件貨 做明星 你說素顏不漂亮 這些是很 打開肚皮給別人看的 我覺得做女生 素顏不漂亮 也無所謂 我真的這樣覺得 因為她不是我老婆 對不對 希哥素顏漂亮就行了 那些不關我的事 她老公頂得順便行了 對不對 如果她素顏不漂亮 她上妝漂亮就行了 有些人說 上妝也不漂亮 那又不行 不是她做的 不是她吃的 那現在剛才說的10個女生 女人 其實上妝也是一線的女性 我覺得 這個世界上已經太多美女了 她上面說的那些 全部都是不是唱歌勁 就是演戲 她回答這些東西 才有人想討論她們的素顏 其實大家對於這個容貌 要不要放得太大 當然有個美的樣子 是一手好牌 如果只有一個美的樣子 你又沒有資源保護你 可能也是一個危險 在這個年代 現在你看到IG也好 抖音也好 小紅書也好 那些美女多 楊千華出道的時候 她是不是跟這些女生鬥 她沒有的 那個年代 五個裡面其中一個 她不漂亮 也只是排第五而已 現在你隨便找個同班同學 她拼圖 對不對 好像柔慧晶 轉頭又說 她的樣子 又容易得改 現在最近出了片 好像 是嗎 很容易 又變這樣又變那樣 對不對 所以 講年代的 女生漂亮不漂亮 當然很重要 但她們自己 我就覺得 因為我 我也沒有資格說人不漂亮 老實說 我整天的心就是 有什麼人資格 可以直接說人 這個很醜樣 你想法國、劉德華 有些人都不會說這些 最漂亮的女人 我不知道 會不會說這些 但男人就 很少聽到 會這樣批評 而且漂亮不漂亮 都是一代代 以前 日本的柔黑牙 現在又要美白牙齒 即是不同年代 是啊 好像以前 鄭秀文那條眉 要又幼又戳 現在要又粗又橫 一字眉 黎芝 那時候 剛出道的時候 轉頭又做過 經常轉的 審美 標準 以前我 年輕十幾歲的時候 一定要 英秘 像劉德華 像郭富城 那些才叫做英俊 現在 審美又差很遠 現在好像奧巴 八八正 單眼皮 最重要是韓仔 各樣 所以 不同的 這些事情 沒得說 還有各花入各眼 今天時間來到這裡 不知道大家認不認同 這些女兒 你心目中覺得是嚇死你 再談 拜拜